今天我们来接着盘这台8通的686小电脑 为什么呢 它是有磁盘吗 然后我在网上经过一个网友的帮助 找到了一些它可以运行的软件和游戏 这个是磁盘 那么我需要用这个电脑 这个电脑大家也都知道 老粉丝都知道这个电脑非常厉害 对吧 它有磁盘 那么我们要把那些软件给烧到这个磁盘里 然后再运行试试看 好 我们现在开始吧 OK 我们现在已经把电脑打开了 好 插上我们这个磁盘 看一下A盘有没有出现 哦 有了 还有一个一兆的东西啊 先不管它了 我们先把这个软件给打开 需要用这个软件 把这个 把通游戏啊 这些游戏给写进磁盘里 第一步 我们先往这个磁盘里面 写入这个游戏 试试看啊 现在百分之十七十八 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磁盘是次性的嘛 每一张盘只能写一次的 你看我想重新写一下的话 它无论如何都会说有错误 换张磁盘吧 这个写软件是这样的 我们这次写露一个大游戏啊 这个游戏 大战略中文版 把它丢进去 然后运行 盘已经刻好 我们现在就把它插入这个八通小电脑 开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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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按回车 OK 我们现在插入这个磁盘 那这磁盘里面呢 是装了两个游戏 哦 第一个游戏是叫做Game Game 看一下它能不能跑一下 其实是 这次Game01 Game01.exe 诶 毒盘了 哇 终于我们看见没有 游戏 有三个游戏啊 第一个是1944 第二个是骑王 第三个是无子骑 那是不是用这个键盘控制呢 先选1啊 请稍候 这个应该是毒盘的进度条吧 你看 这里太慢了吧 好 马上进入了 哇 好家伙 哎 就是1944这个打飞机的游戏 那么现在拿上这个手柄 给它插上 可以耶 可以玩了 你敢相信我们是在磁盘上玩这个游戏 你敢相信我们是在磁盘上玩这个游戏 而且没有卡断哦 哇 同样是可以暂停的 那么我们回到游戏选择画面呢 要怎么回 呃 按ESC 没有用 哎呀 反不回啊 好像只能重新来了 那我们再重新来一下 这磁盘呢 还有另外一个游戏 我们打进去 那我们玩一个3 像这个游戏比较少呢 你看 就两个进度条 但是它很可惜一定要用这个键 鼠标才能玩 我们是白旗 我又按投降了 好吧 那么说明这是可行的 哎 关掉啊 关掉啊 说明它可行 那么我们来玩一下它的另外的学习卡 哎 这个 哎 游戏卡呢 不是很好玩 太简单了 我们换一个 OK 我们来测第二张光盘 这个有点闪没有办法 OK 我们直接 到试盘 打错了 嗯 这个是MY Why my game OK 好吧 这又是游戏吧 这里我们打一个4 看一下 这个游戏是啥游戏 可以通过这个进度条来判断这个游戏的复杂性啊 这个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游戏 滑雪的 嘿嘿嘿嘿嘿嘿 还挺好玩 我们找那个软件哦 这边我又录好一个 然后现在的话 这个盘里面装的就是 哎 我们的软件啊 有一个运行软件是 看 家用软件 哎 这是一个预兴的软件啊 家庭理财 嘿嘿嘿嘿嘿 这个就是记账的软件了 然后这个软件有点大哦 你看有这么多个进度条要跑 家庭理财 这是减件 这是预兴的一个软件 先运行一下计算器 999 加 888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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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应的件感觉有点问题 我们111 加减 我们减吧 减 减 减 二 二 等于 咦 终于算对了 等于 89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计算器 然后看一下家庭理财 哦 你看 1996年1月1日啊 1996年1月1日 我们在第一栏写一个 摘要就是工资 怎么切换这个 这软件是有点不太好用啊 这个摘要只能写英文吗 就这样吧 就随便写上英文 我们收入是8块 然后支出呢 支出是5块钱 然后就可以看出我们合计 还剩了3块钱 哇 真是一个颠覆的软件 可以在这个电脑上记家庭的账 现在看了 现在看了 可能是觉得非常的愚蠢 但是在1996年的时候 这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 那我们现在把它存起来 储存的话 我们直接按 退出 Y 退出 按Y 它又没用 我的天 Y 已经按了呀 Yes or no No可以 Y不可以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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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 YES OK 你看 它正在把这个东西写入到这个 软盘里面去 这个进度调有点慢 OK 现在已经好了啊 写进去了 那我们把这个机子关了 包括这个卡片 弹出来一下 然后重新塞回去 再进去看一下 那个记账的目录还站不站 OK 还记在这里呢 厉害厉害厉害 这可能就是当时用计算机 哦不对 用这个学习机 计算机会比这个快多了 那 还不如用手记呢 还不如用本子记呢 对吧 好的 我们退出 OK 我们现在 来来 进入到这个大游戏 只有两个 我们先运行第一个 叫 马上就进去了 大游戏可能有点难跑啊 这东西 可能是这个游戏太大了 导致它直接就 哎 不行了 这个游戏太大了 它运行不了 可能这种 一兆多的游戏啊 对于这个小电脑来说 可能是真的有点困难 那么我们就原谅它吧 OK 我们换这个 这个应该可以 这个应该可以 虽然这个是7开头的 估计可以吧 看一下 也太大了 也太大了 有点太大了 直接给我们搞死机 这绝对直接死机 你看 不行啊 这个不行啊 这个盘很厉害 这是装了一个 预星的上网系统 哎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读吧 这个盘也挺大的 这个乱件 你看 3908 3908的话 我们 预星 net 1.exe 找你 哎 不是 打了多一个 歪 读不上了 哎 有那么一瞬间 它跳出来了 后来又没有跳出来 再试一遍 预星 net.exe 看哦 读出来了 但又没有完全读出来 摇头摇头 没有用啊 不行不行不行 那最后一个游戏碟 我们还是最后玩一下游戏就 感觉一下吧 这个游戏碟呢 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游戏集 好了 1 7 って 这应该读得出来 ok 看 西游记 我们搞一下西游记 这个游戏贼大 就是这个西游记 我爸最爱玩的西游记 那其实这个FC的卡带呢 也是可以玩的 但是它用磁盘玩的话 就可以不停地换游戏 自己找资源 你看 你出来的血量还多一点 嗯 它能走路吗 我怎么按开始键它是跳跃呢 这个游戏有问题 你看按开始键它能跳 哦可以了 OK可以 我们去把大boss给杀了 打这个猪 这个老虎 我记得卡位就可以了 哎呀我们升天了 OK打完 OK 那么证明了 至少我们这个磁盘呢 是可以干一些事情的 其他能干多少事情呢 这就各归各的 最起码的游戏能够玩了 对吧 好了 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评论点赞 关注哦 拜拜 最后我发现 我把这个盘给拿了之后呢 这个游戏并没有停掉 而是这个游戏实打实的写到了这个内存里面 那挺不错 然后我拔了这个内存 发现这个内存只有128K 也就是128K以上的程序就运行不了 所以说我们刚才下的那些软件都不能运行 也就是因为这个内存的限制 如果有更大的内存的话 它应该是能够运行的 我们下期再见